比賽在旺角場進行 主隊香港穿紅衣 新加坡穿藍衣 先禮後兵 香港一起拍一張全體照 摩瓦今天是首次代表香港隊 因為他在去年十月底 取得香港永久居民的資格 第一次代表香港隊上陣 至於司徒民進同樣 第一次代表香港隊上陣 這個優候防球員 近年來講 進步是很快的 比賽有2700多名觀眾入座 其實這是相當滿意的數字 穿藍衣、藍褲的就是新加坡 香港隊是全紅 又工作 這個球馬上去 還有彈出 最後斷籃給新加坡隊 你也是他 跟著蠔珠弄到射 你看一下 這隻剛剛射高了 掌囚射這個球射得很厲害 突然間放一個冷箭 這些冷箭經常都有收穫 對方手摸完一下大意 而你射中就有收穫 剛剛高了一點點 射得過蠔珠這個球 好 蠔珠一頭頂出來 楊希智 回到中間 又來一個遠射 彈到這邊 刺仔搞定了 哎呀 楊希智做得很厲害 彈來彈去 即是彈過來楊希智這裏 可惜他最後一射 又射到處邊 出了底線 六號的是羅繼華 阿雞才射的這個球 一射 散到人 彈到這邊 發達了吧 誰知道 刺仔一射又斜出 楊希智 賣門的成功率 是比較偏低的 其他方面 反而是不錯的 好像在左手邊 打得幾回弱 郭文迪 給回後 羅繼華 扣回右腳 給後面 司徒文聰那裏 比較多位 這個高波斬 究竟 所以摩亞 就發揮他 在香港隊的攻勢 再射到楊希智 給新加坡的 戰前的首位 是救到這個空門波 摩亞就加入了香港隊 就有這麼多好處 救空門球員 就是這個六號的是 森麥威 他跳起其實那個高度差不多 高過新加坡龍門 踩一身 舉起雙手 多可惜 楊希智兩次機會 一次都不能夠把握到 這裏做完港聯的教練 就沒有幾日子 隔兩日之後 又要到王國祥 帶領香港隊 對新加坡的賽事 這個窩裡也射得挺漂亮 應該是出界 還有出得挺多 所以陳嘉祺才完全沒有動作 日本隊的教練 導師也趁著未離開香港 去澳門參加這個外圍賽 他也是來後腦的 下半場的比賽 蔣沙玉開出這個角球 那麥啟卓就是衝頂就成功 不過就頂不中這個龍門 沒有辦法可以打開這個紀錄 其實賴啟卓在這個候選 做得相當好 也是頂到那個球 但是可惜就是高出的 那麥啟卓在今年進步神速 經過奧運外圍賽 和這個香港隊的賽事 已經可以說是成熟的這個球員 陳沙玉轉了過來這邊 那麥啟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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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又是出來 郭文帝避角球 搞定了 但是這個球 控得漂亮 入食得漂亮 但是最終是被守門員 揚身出來 是求得了 郭文帝這一個 突然而來的動作 其實是騙到對方後衛的 他控的球 其實心一控有少少掉了 大家看一看 留意一下 這個球 其實要轉出來 心一控其實是控掉了 不過這麥啟卓 兩個球員一攝過了 跟著追回前 那麥啟卓 但是守門員的草 出出來快 他相關還是沒辦法 是有紀錄的 這次是轉不轉到 轉到 這個球出來了 漂亮的了 哎呀 守門員出了 大家都知道 那麥啟卓 最多是守門員 又是被內球 而是森麥威打倒 森麥威 如果今天 演出 稍有失準 或者不在位 已經是輸了兩球了 那麥啟卓 這麥啟卓的時間 都認真危 郭文帝一射 又是真的 那麥啟卓 結果雙方零比零 打成平手 那麥啟卓 就訪問了 香港隊的領隊 康埔區 看看他們有什麽意見 其實他們肯拚 但是始終是新 好像有幾個球員 像楊希智 那麽你看到 他不是那麽好 就是他的把握性 又不是那麽好 那麽可能這個是經驗問題 就是一球入不了 第二球入不了 那麽變成 那麽他就是要 要多些 希望他們就是打多些 國際性的比賽 在那裏急收多些兵員 就試不如 好像這些球隊 其實不是那麽壓迫性 如果打好像日本那些球隊 一定是他們的壓迫多些 那麽香港隊 一定會慢慢慢慢 會習慣一下 那麽這麽的速度 和那個人力的氣力 都可以達到 那麽 那麽 是 那麽 那麽 是 那麽 的